準備拖擋第九場賽事 三班千葉的短途賽事 立即展開角逐 準備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閘的馬 見到內蘭位置 有這隻火鳥定 以及赤膽都很快 中間就是這個在騎乘 外面粉紅衫芙蓉之寶 第五位太陽海岸 第六位還有轟炸機 內蘭就是新力飛 再中後碟進力龍綠色衣服 內蘭黑衣服 就是戰士外面北飛碟影 厚一點的馬 有黃彩在外面 內蘭勝利攻略 尾以為之光輝之星橙衣 包左落尾是勁力 轉回中間 見到火鳥定帶了出來的 第二位芙蓉之寶 咬住內蘭第三 食屋位 橙衣就是赤膽 第四位的馬 還有響騎乘 內蘭攝上來還有新力飛 中間轟炸機 外面太陽海岸 後面還有戰士 進力龍 內蘭就是勝利攻略 大外當是黃彩的馬 入徵最後直路 前面火鳥定佔先 見到中間芙蓉之寶 一直拼著那隻就是赤膽 赤膽站出來 中檔位置還有響騎乘 再在外面上來的馬 有黃彩 中間是轟炸機的馬 鬥到最後二百 前面投出 還是內蘭的火鳥定 中間位置有轟炸機追緊 再在裡面 就是芙蓉之寶 和這隻赤膽 最後一百米 赤膽鬥著芙蓉之寶 外面有轟炸機 芙蓉之寶贏 第二名赤膽和轟炸機 都是接近 內蘭還有火鳥定 結果就是這隻芙蓉之寶 始終班底真的相當優厚 說不用放 追你們也要贏 赤膽和轟炸機很近 3.6倍 最後這隻芙蓉之寶 不是說六十多元嗎 跑第二應該會是十 第三就是轟炸機 第四就是火鳥定 大Q一搭十也有十倍 芙蓉之寶 芙蓉之寶 季蓉之寶 第一場勝仗 贏了又有志可耶 到這個陪伴差不多說沒什麼風險 你還是贏了什麼就贏了頭 一起步的新利票差點中了 差點中了 我看到芙蓉之寶 你要形容就對了 她這個性格巨星 哪個騎都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能不能碰到我 臨場的情緒如何發揮 其實赤膽的心機就很好 看到那隻一 一路敗你 其實赤膽不是很容易跑 因為她跟著那兩隻有速度 反而由頭到尾 你不加進怎樣撐住這馬 引到最後來衝 轟炸機就真的留住 跟著在第七位 新利票很快已經跟回到內欄的位置 那隻戰士真是 浪費了上場的中下 今天很聰明 潘頓逐步內欄移到中間 因為這隻馬也不喜歡在內欄衝 你也不要看少那隻北非碟影今天輸 他也是跟你倆了一段上來的 這隻馬 長線或幾號的中距離馬 你看他一路拍著這隻旺彩而已 光輝之聲今天稍微留下來追 回來也不是輸很遠 太陽海岸包尾 看看第二名這張照片 我們看一個反鏡 看到那隻赤膽就行 整群馬都差不多 外面有那隻轟炸機 終於進行 下片 21 2 2 2 4 eren 5 10 1 谢谢观看